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2年5月2号星期一 中国已经进入五一长假了 但是今年这个五一黄金周是黄金不起来了 旅行和消费因为防疫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西安兵马俑景点出现了兵马俑 比人还多的场面 这是很罕见 过去两天中国的新闻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就是润与不润的反差与管与不管的纠结 这个润写成汉语拼音就是RUN 就是英文跑路的意思 不过在讲中国的新闻之前 我们先讲一条和每个中国人关系都非常大的国际新闻 就是4月27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非常罕见的是指名道姓的以人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评估习近平的干涉与颠覆法案 干涉就是指习近平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颠覆呢 既指颠覆乌克兰政府 也指颠覆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你看这项法案 它的英文缩写特别有意思 因为它的全称叫做 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 但是你取每个词的首字母连起来就是Axis 就是轴心的意思 所以它又被称之为轴心法案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巧合 而是这个法案的发起人动脑筋故意编出来的梗 就是把中俄视作二战期间得日那样的轴心国 那这个轴心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以后 已经进入了参议院的审议程序 这个法案的内容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要求在颁布的30天之内 以及每90天之内 国务卿需要和商务部部长 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协商 要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报告 干嘛呢 是说明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其他实体 有没有在帮助俄罗斯 以及怎样帮助俄罗斯 所谓美国政府需要调查的 中国这边帮助俄罗斯的领域 就包括这一些 首先是帮助俄罗斯宣传和扩散虚假信息 比如说在乌克兰发现了美军的生化实验室 肯定就属于这一类宣传上的帮助 第二呢 就是中共有没有提供情报和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 给俄罗斯 第三方面呢 就是外交上是怎么帮助俄罗斯的 比如阻止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 做出反应 去游说联合国别的会员国 不要谴责俄罗斯啊 还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 在联合国人权组织投票 国际法庭投票 去帮助俄罗斯 做那种有利于俄罗斯的投票 都属于这一类外交上的帮助 再接下来呢 就是在金融上有没有帮助俄罗斯 主要是帮助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的企业 躲避美国的制裁 躲避美国的出口限制 还有呢 就是为了避免出口到中国的技术产品 被转手交给俄罗斯 美国是需要在中国做出口最终用途的现场检查的 如果中国政府阻挠这方面的调查和报道 也属于美国国务院 应该向国会报告的事宜 以及中国有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物质技术和后勤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美国政府应该调查 在这个法案生效30天之内 以及这个每90天都应该向国会专门委员会所报告的事儿 这个法案的文本不长 在网上已经有中文翻译 大家可以去查啊 但它涉及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 涵盖了中俄被靠背伙伴关系的各个领域 那为什么这个法案要指名道姓 叫做评估习近平呢 也就是说它虽然内容很严厉 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延续了过去 这个美国主流精英层里面的去习容共的思路 就是不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把纸子的对象就局限在习近平这个人身上 分化中共其他高层和习近平的关系 目的之一是这样 这个法案的内容呢 应该说很有震慑性 我觉得早在它提出草案被表决之前呢 中共应该就预计到了它会被通过 所以我们看4月22号中国的财政部和央行 就把在中国经营的各大境外银行 连同中国的银行找到一起来开会 干什么呢 就是讨论 一旦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 那么中国在海外的金融资产 怎么样避免受到影响 截止到今年2月底 中国政府还持有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那钱袋子被人捏住就是心头之痛啊 其实过去两年中国已经不断的在减持美债 想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但问题是美元也在不断的通货膨胀在贬值 中国的外汇储备呢 你得找一种存放的方式 你不可能有任何一家银行 会接纳你上万亿美元的现金存款嘛 如果你不找一个合适的投资方式呢 美元贬值你自己也会受损失 那除了买美国国债之外呢 另外一个选择是大量买进黄金 确实这个事情也发生了 去年中国的黄金进口总量超过了800吨 远远超过了2020年 不过其他非美元资产 你一下子买很多 它也会导致黄金这类东西价格飙涨 其实也不划算 黄金在这里起的作用 可能是为了防止美国一旦冻结了你这个国家的美元结算功能 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退回到古老的金本位置 把你国货币和黄金重新挂钩 防止你国货币汇率暴跌 就在贸易当中说服别的国家可以不收美元 可以收你们的货币 其实俄罗斯就打算这么干 今年3月底俄罗斯规定5000卢布买一克黄金 它的目的就是想在卢布和黄金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汇率 把人们对卢布的信心维持到一个底线 否则大家一看卢布换不了美金了 这个信心就崩了 没人愿用卢布了 经济就停滞下来 生产交易全都停了 让大家心里面还有个备胎 我卢布虽然换不了美金、换不了欧元 但是不会变成卫生纸 我实在不行还可以换成黄金 把大家的信心维持在一个底线 还有今年3至4月份 俄罗斯要求欧洲国家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必须用卢布结算 其实也是一致的思路 就是把卢布和特定的商品挂钩 间接地稳定卢布的汇率 就是欧洲国家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要支付卢布 可是他们手里又没有卢布怎么办呢 就必须支付欧元、黄金去买进卢布 其实也就推高了卢布的汇率 也是这个目的 但是俄罗斯这些办法应该说很难支撑长久 因为一方面欧洲国家在不断减少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当然也就减少了对卢布的需求 那卢布主要就只能内循环了 同时俄罗斯在处于封锁状态之中 它肯定是出口小于进口的 它是买的多卖的少 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采取金本位置呢 那支撑卢布价值的那个黄金就会不断的流失 它最后还是很难撑得住 中国的贸易体量当然比俄罗斯大很多 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例是21%点几 而俄罗斯呢才2.8%差了好几倍 所以呢这种体量就会带来一些比俄罗斯更多的优势 美国就比较难把中国简单的踢出美元结算体系 那样会给美国的企业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伤害 但是对于中国也一样 习近平如果想打造一个脱离于美元之外的币循环体系 它的难度也很大 硬这么做的时候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混乱 这是这个轴心法案的一个主要威慑方面金融方面 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呢 就是必然会让美国科技企业今后给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变得更难 会加高这个门槛 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国当二传手 把从美国买到的东西转手给俄罗斯 所以美国的长臂管辖其实就两个拳头 高技术产品出口和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 因为这两者都不可取代 所以它反反复复就是这两个拳头出击 这个轴心法案的推出 必然会刺激习近平加速推进它那个全国统一大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方案就是为了实现它内循环的目标 是为了摆脱美国的影响为长期抗美做准备 所以这个轴心法案它虽然叫做评估习近平啥啥法案 把目标局限在习近平身上 但实际上它和每个中国人的关系都很大 会让中国加速退回到1950到1970年代那个状态 那回过头来再说说中国的新闻 这两天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润与不润的反差和管与不管的纠结 古爱玲在4月30号已经回到了美国 她的视频抵达美国的视频发表一个小时之内就引来了 近万条流言的激烈争吵 古爱玲成为了实践润文化 跑路文化的最新标兵 你看北京当进入防疫紧急关头的时候 人家就润回美国了 就乱回美国了 在上海疫情一起来的时候 也有一个网红叫做台湾表妹 立马你看人家就以家里以急事为由 表示要回台湾了 台湾表妹之前还高喊过此生不悔入华夏呢 一到疫情的时候就得逃离华夏了 就千万别在这呆了 你看古爱玲也是绝不会和小粉红们一起待在北京被关的 她不会跟你们一起共克时间 封城吃泡面的事留给你们 人家是早润早平安 前两天微博和一系列社交媒体都要求强制显示 用户IP所在的位置 结果就揭露了一个奇景 原来许多爱国标兵IP地址 它显示是在境外 而很多所谓外国名人 他的这个微博IP地址显示 确实在墙内 比如那个很知名的网军团体第八 他的IP显示居然是在台湾 这事我也挺纳闷的 为什么台湾政府没有把他们取缔 被曝光以后呢 他们赶紧改成了 是在中国香港 那位著名的电影演员 吴京的IP地址显示是在泰国 而另外一个以骂日本文明的微博大V连月 他的IP地址显示就在日本了 而微博上有一个注册名叫比尔盖茨的人 有409万粉丝嘛 也是大V 可是他的IP地址显示所在地是河南 另外一个在微博上注册名是伊隆马斯克的人 有198万粉丝 可是你看他的IP地址是在北京 这个社交媒体IP地址的显示 它的动机是为了约束用户发言 但不成想却揭露出这么一个奇景 它就说明不管是爱国还是重阳媚外 其实都是生意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个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里外通吃的情况 爱国大V们你看 同时也是润文化的忠实实践者 那些特别高调的 占据了这个爱国产业链头部的那些大V们 也是润的最积极的 你看古爱玲 台湾表妹和战狼吴京都是这样的 而且人家的风险意识相当敏锐 我非常怀疑他们都是文昭谈古论今的忠实观众 而小粉红们你看他们在喊某某加油 他们坚决不信谣不传谣保持正能量的同时 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偶像早就润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偶像的模范示范作用 会不会对韭菜们的心态起到一点影响呢 对于润这个事儿 政府的反应也很及时 近期流传出一份文件 是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和中国公正协会联合发出的文件 是要收紧中国公民以境外投资为目的的公正办理 马上呢就有公正机构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 这一类公正从5月1号起都暂停了 目前还不知道是个别地方暂停 还是更加广泛地区的都停了 说明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政府不让你润了 卡住了投资移民的出路 上海北京这波疫情过去之后不出意外 中国的精英阶层富裕阶层将掀起一个润的高潮 跑路移民的高潮 那么政府逞钱毙后提前行动 你看这一招就来了 公正给你停了 管住钱 管住腿和管住嘴 现在是三管齐下 喊不让你喊 跑也别想跑 中国有句话叫做贫贱不能移 这句话出自孟子 但现在的人把这句话的意思改成了 贫穷的人 社会地位低的人 没有移民的资格 那现在看来还不仅是这样了 富贵也不能移了 镰刀之下人人平等 中国的富裕阶层 你觉得你有更多的人生选择 从这一刻起 这个幻觉我觉得应该放弃了 除了这个润与不润的事之外 还有管与不管的纠结 华尔街日报又放风了 说得到消息 中共政府正在准备 暂停对境内那些高科技巨头的监管 至少包括了一项措施 就是对于青年人 花在移动应用上的那个时间限制 这方面的规定暂缓实施 目的是为了挽救整个行业的下滑 和挽救裁员 可是呢 4月29号 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 第38次集体学习的这个报道当中 又传出了相反的信号 习近平说 要规范和引导资本 在新华社的新闻稿里面 监管这个词重复了20多次 那请问大哥 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你到底是要勒紧缰绳 还是要放松缰绳呢 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在习近平主政这十年是反复出现 最近两年尤其频繁 那这体现了习近平到底怎样一个心态 他是怎样一种领导风格呢 我这几年的观察啊 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习近平往往并不能理解自己提出的目标 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去执行 在下属给他提的方案里面呢 他总会去挑那个最有仪式感最有光环效果的方案 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 他又会去挑他当初否决的跟目标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 他可能认为这种领导风格最能体现他的兼听并序 能够照顾到不同意见的人 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是出尔反尔 让人更加迷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碳排放目标 习近平在2020年9月提出 中国要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 之后呢就逐渐这个排放量往下走了 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也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吸收两者相抵消为零 看起来他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 到底能不能承受这么激进的环保目标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到底中国要付出多少经济和就业的代价呢 他并没有这样明确的预期 他可能很简单的只是觉得 这个环保是个全球性议题 我得在这个问题上占据领导地位 对于提高我在国际的知名度 打击美国的领导地位 中美竞争很有帮助 他非常容易被这样的目标所说服 被这样的目标所激励 别的就都不看了 2020年他提出碳排放目标的时候 美国总统还是川普 回避在气候变化上承担责任 习近平一看能排挤美国 他就爽了 那就啥也别说了 咱就上吧 习近平自己经常有句话挂在嘴上 叫做撸起袖子加油干 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把莽撞当成有执行力 当成果断的表现 结果就是过去这两年大家都经历的 中国自己煤矿减产闹起了电荒 刚刚几天之前中国取消了对煤炭征收的进口关税 目的既是为了缓解煤炭的短缺 同时也是为了给俄罗斯输送利益 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 可是这个举动就和之前那个炭达峰炭中和的目标自相矛盾了 你看习近平又不管了 这不仅仅是让人们看到出尔反尔失信于人的 更关键的是前两年大伙遭的罪就全都白遭了 你早知今日你不如当年不吹那个环保目标的牛啊 你不如一开始就不让煤矿减产 也不给这个进口煤炭征收关税 不施加这些障碍不就完了吗 大家就不用受这个电荒的苦恼了 你折腾一番又回到了从前 可是损失已经造成了 这为啥呢对吧这很不值 其实我并不认为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长远目标 就要恢复毛时代的一切 并不是这样 而是他同时有好高物远和头痛疑头这两个毛病 他缺少领导素质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宏伟的目标 在你头脑当中转化成一步步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就像是这个财务顾问经常会说的 你想实现财务自由吗 你想提前退休吗 那你定个目标 十年以后你不用上班也不用消耗储蓄 你的被动收入也能够应付你家庭的开销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储蓄 先存够三万美元去买标普五百的股票 而且呢要把你的娱乐和社交消费压到最低 什么换手机啊换一个更大的电视机啊 所有这类享受型的消费 所以二话不说通通都推迟两年 你看得有这样一步步具体的行动是吧 而这就是习近平所缺少的能力 他很缺少把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能力 而这个身居高位的人 一旦他的喜好和缺点被手下摸准以后 他又缺少自省的能力 他就非常容易被操纵 他的幕僚和手下们就专门给他提 让他觉得特别有面子的那些方案 又是千年大忌的 又是给这个那个指名方向的 而他看不出这些方案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啊 因为这个目标高远嘛 特别有面子嘛 一概就笑纳了 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出现问题 就又有人专门给他提那些特别粗暴的 头痛一头的解决方案 利用他怕失去权力 怕丢面子的心理 今天捶报这个明天捶报那个 当然这也有官僚集团内部斗争 既得利益重新洗牌重新分配的考虑 但是呢把别人脑袋都捶出一脑门子的包 又特别能够显示这个领袖很强悍 他也喜欢 所以我们就会看见 习近平经常出现的出尔反尔的决定 一会儿说是要这个探达峰探中和 一会儿呢又取消了煤炭进口的关税 煤矿又要增产 一会儿说要减少对科技巨头的监管 一会儿说又要加强监管 那这些头痛疑头的方案呢 其实很多它起步就是临时性的 但是习近平并不清楚他们带来的长期后果 因为他对这个经济的复杂性认识严重不足 所以很多这种临时性的措施都会长期化 典型的就是这个防疫清零 习近平哪知道病毒会怎么变呢 他怎么会知道2022年出来奥密克隆这么一东西呢 可是他早两年就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这句话喊出去了 那么防疫就成了他亲自挂号都办的任务了 就不能够放弃清零 他以为这个动态清零只是个临时性的任务 2020年过去就完了 结果这一临时就临时到现在 我今天看到有体制内的人预测 说这个动态清零甚至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24年呢 在中国的朋友啊 每当你遇到伟大领袖横空出世的时候 就请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父辈的那句话 就是有梁在手心中不慌 大伙就要有长期备慌的准备了 今天的时事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天我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上的内容 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频道呢 就是星期三再见了 祝大家这个星期过得顺心 在中国的朋友祝大家防疫期间平安 我以前总说祝疫情期间大家平安 有在中国的朋友纠正我 说现在不应该称疫情期间 其实中国那个疫情相比起别的国家很微不足道 就是防疫在折腾 所以呢我接受这个更正 祝在中国的朋友 防疫期间大家何家平安 谢谢大家